我覺得這個事情做得最好的是誰 就是小豬王 那時候他晚上還在主持娛樂新聞 他完全看不出來他的情緒 但是他那個時候真的很難過 對 剛好那天也是我去錄影的那一天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那個播出的時候 我真的是在旁邊我自己都流下眼淚 我就覺得羅志祥你是個漢子 其實還有一個也是滿印象很深的 是我小時候跟我媽媽的親情 我媽就是也是蹲了那福菜湯 然後熱熱的端上來了 然後我在那邊吃飯 我就很急著要去吃那個福菜湯 結果很燙結果我把它打翻了 我媽跟我講一句話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什麼 和尚端湯上躺 湯燙桃花湯看湯 很久沒有特別來看 男人是不是那麼的脆弱 其實我覺得男人就是 因為男人要就是工作很重要 像女人可能他愛情 他是擺在第一個 可是男人可能譬如說 可能跟女朋友在那邊吵架 已經吵得非常非常的生氣 可是他譬如說我們是主持人 我們立刻要上台 我們立刻上台 我們又立刻要裝孝領 跟大家那邊講笑話或幹嘛 我覺得這一點 對男人來講其實很痛苦 其實內心已經在流淚了 可是我們又不能表現出來 給觀眾朋友 我們要帶歡樂給朋友 對 比較麻煩 小馬有一次演得真好 那時候我們剛出唱片 我們演那個 有一個音樂愛情故事 他那時候很穩準 有一個幕式我跟他對戲 就他坐在那個 平交道 我車平交道還在喝酒 因為很穩準 我們示範一下 我第一次演戲 不好意思 那個椅子可以借我一下嗎 這樣比較像 然後你知道嗎 所以說 導演就跟我們Ready 大家都有演戲的經驗 要走位 OK 好 我就出來這邊講 導演就先過講說 小鐘 等一下你就站在這邊 然後你安慰小馬 因為他喝酒 他說就站在那位置 我就這樣 好 好 我第一次演戲 就這樣 小導演就叫我站這邊 就記得就站在那邊 小馬 你喝酒 今天 真的 第一次演戲 很久 因為沒走到位置 你應該靠近一點這樣叫我 他走到這裡的時候就卡住了 就很怪 很KA的 他演這段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 因為他喝酒醉 他演得真的很好 他後來有點對我生氣 因為他的齊劇 都已經放進去了 那我一直NG 我說你喝酒啊 根本沒有這個台詞 他已經拿酒袋沒喝酒 像是酒味 我還不是拿你喝酒 我還有這段很好笑 其實我覺得還好 如果是主持人的話 你要上台 你要說學逗唱 但是你心裡有事 我覺得這個比較難辦到 他真的跟女朋友吵架幹嘛 之前他會在上台前 完全的釋放 以前我們在Show Me Do話說 他跟女朋友吵架 是直接就釋放出來 就吵得大家都知道 他跟他女朋友吵得很兇 不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坐鄉行車嘛 那一般人家來講就是說 我可能是因為個性太直的關係 我沒有說避諱說 誰在旁邊 或是怎樣 憲哥也在 那只要女朋友跟我吵架 那我們兩個剩的時間 其實多的都是電話而已 我根本沒有時間跟你碰面 也沒有時間碰到你 只是在電話講 所以往往我一吵起來 那我又個性又很... 獅子座比較火爆 我又覺得講道理 可是你講不聽的時候 我就倆 一倆跟我說 我就失去了我的控制能力 所以整層人就聽到我 整... 話得很兇 因為我已經受不了 快崩潰了 可是呢 關機一下台之後 因為我們馬上簽唱會了 直接就開門的時候 就已經底下就是 熊皮都黃 結果我們一下去我就... 就像這樣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變態 好笑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吵完他已經全部心情 觸發完了 被我們三個人 另外三個人會很不準 對... 他吵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變成他反而很害怕 他會有點不準在那邊 這個不好意思... 過去都比我淡 是時候會講 是時候... 先瘋狂 就是先瘋狂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事情做得最好是誰 就是小豬 小豬 羅志祥 對 羅志祥 羅志祥也獅子座 他當天 那時候他晚上還在主持 娛樂新聞 他完全看不出來他的情緒 但是他那個時候真的很難過 對 剛好那天也是我去錄影的那一天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那個播出的時候 我真的是在旁邊我自己都 流下眼淚 我就覺得 羅志祥你是... 是個漢子 很厲害 很厲害 有一天小馬 我愛你走的時候 我還是會努力 聽 我們這樣說嘛 你... 親情 友情 愛情 愛情跟工作來講 這四種方法 這四個狀況 在什麼時候你會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就是我們出唱片嘛 然後唱片之後 後來就是唱片 就是後來我們解散了 那變得開始 我們是靠各自的力量 就是在演藝圈發展 那會有一陣子發展得不是很好 那時候有一陣子非常非常的慘 就是差不多一個月 只有兩個通告 那時候我住三峽 我跟家裡的人一起住 然後一個月下來 只有兩個通告 等於說你一個月 只有兩天要出家門 又跟家裡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壓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每次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爸爸每次看到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要去工作 可是又沒有工作 那時候一個月領的錢 比助理還要少 那我就想說 我不行 我這樣不行 我不能讓我爸爸擔心 那後來我就是會 就是故意把自己裝扮得 帥帥的 我說爸我今天有通告 我要出去通告 我開車到台北 然後在大安生理公園那邊坐著 你知道嗎 真的 就在那邊想說 怎麼樣可以在演藝圈 繼續走下去 就每天在那邊 快 差不多 想說時間差不多到了 六點多就找朋友 去吃飯 吃飯之後 然後跟朋友一直聊聊 聊天聊差不多八九點 然後開車再回三峽 然後差不多十點我爸就睡覺 然後回到家我爸就去睡覺 所以那一陣子我是覺得 不是 這應該是一個 落魄的故事 這感人在哪裡 眼淚等著流不下來 沒有 最主要是我覺得 最主要是 我覺得我不想讓我爸去擔心 因為我覺得我爸 我爸爸從來沒有責怪我 所以感人點在默默的支持你 對 對 對 我也要來講一句 好 你講 要感人 要感人 感人 這很感人 感人 就是在我二十歲那一年 我要去當兵 因為我當兵在台南 那早上不是都要去火車站集合 然後我們上了火車在月台上 我爸給了我橘子 發五幾歲 他轉身走 我看著他的背影 我... 我好感動 土... 土中空大哥 有一個原來女生豬啊 沒有啦 沒有 他這故事我聽是真的啊 有這個...有這個是什麼 有一次夏天我爸爸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家沒有蚊臟嘛 然後蚊子很多 我爸就會先去睡 睡過之後再叫我去睡 然後我爸... 對 犯罪也是啊 你媽媽都握在冰上面嘛 因為晚上沒有魚可以吃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更感動 我爸爸好像生病幹嘛 我叫我爸大便 然後我吃看看他的味道 然後怎麼樣 那決定要不要去看醫生 他媽媽的一分鐘就被人弄成這樣 就解釋了 他開這個肯定要不要去啊 你為什麼要懷疑我的故事 你上次還說什麼 你這個開始勵志 就是因為看到那個魚往上游 你看到那個情形 你不會覺得振奮嗎 其實還有一個也是滿印象很深刻 是我小時候跟我媽媽的親情 因為我媽是客家人嘛 然後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吃 我媽媽煮那個福菜湯 福菜湯是客家人最有名的 然後有一次我媽就是也是 蹲了那福菜湯 然後熱熱的端上來了 然後我在那邊吃飯 我就很急著要去 要去吃那個福菜湯 結果很燙 結果我把它打翻了 我媽跟我講一句話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什麼 河上端湯上躺 湯燙頭啊 湯燙頭 很久沒有看 特別來看